迈路第22年的新美市万金石马拉松将在明年的3月17号登场 而新美市代理市长刘和然除了感谢一路陪伴的赞助商代表 共同延续下一万步的精神之外 刘和然也邀请朋友一起来探索北海岸之美 2024年新美市万金石马拉松将在明年3月17号登场 新美市代理市长刘和然出席参加 并感谢一路陪伴的赞助商代表 共同延续下一万步的精神在做努力 一开始的初衷并没有想要做这么大 可是梦想会因为大家一起实践越来越伟大 所以谢谢各位赞助商代表 这样子的运动应该要有标杖的认证 所以我们逐步的从一个每一年在3月中下许办的一场 这个马拉松开始从同期标杖开始慢慢认证 到现在金标杖 加上现在我们又变成运动责任需要负担的引起 我想这些都是一步一脚印慢慢地去发展出来 漫入第22年的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 是国内唯一且第一货世界田径总会金标签认证 刘慧然在会中也正式宣布报名时间 邀请朋友一起探索北海岸之美 今天我看到我们设计的红设计团队 这个红经理红设计师了 非常谢谢 我想这个运动已经从一开始 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一个马拉松 慢慢地我们标杖认证 国际的好手来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成绩就变成国际认可 要上网报名 不好意思 名额就这么多 抽不到 你就真的还要再等一年 可是如果安定你真的抽不到 一起来当我们的好好的 看看我们的运动选手来参赛 当做我们的拉拉队 当然下一万步让他跑得更好 新北万金石马拉松报名登记时间 即日起到10月31号中午12点为止 而计划参加10公里赛事的刘慧然提到 运动观光是潮流趋势 万金石马拉松 迎新北市最美丽的海岸线为赛道 让朋友享受运动 同时还能全新体验在地观光 欢迎市民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